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鹏 iOS26中苹果官方其实是发了一个新APP了 就是这个预览 可以用来阅读和编辑PDF并支持扫描 比起原来在备忘录中功能是更丰富 打开APP以后桌面就是新建文稿和扫描文稿 文件格式都是PDF 点击新建 底部是一些画笔工具 可以用来画画 右下角的加号还有一些辅助的功能 比如添加文本什么的 都是字面的意思 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完成以后可以对文件命名 左上角点开 这里桌面就多了该文件了 好 重点我们来看看扫描 在此之前 大家都是使用备忘录来扫描文档 就是这个附件里面扫描文稿功能 虽然也可以扫 但现在苹果推出的新预览APP功能会更丰富 我们来看看 提示我们将文稿放在取景框中 好 我们还是来扫它试试 OK很快 底部也有几个功能供我们使用 左起第一个为闪光灯 中间的是文稿的滤镜 最后是快门的自动开启 比如扫描的时候 它并不会自动去扫描拍摄 启动以后就可以了 其实这里和备忘录中其实是一样的 调用了都是同一个功能 在你确定完成之前是支持连续扫描文件的 比如现在多少几个文件 你的PDF就好了 点击这里预览一下效果 如果觉得不满意呢 可以点击右上角重新拍 可以对扫描的区域进行一个调整 哪里没框好 或者是有溢出的很方便我们解决 当然这里也能对扫描好的文档 选择不同的滤镜 这个和拍摄的时候选择不一样 它是对PDF中你选择的当前这一页做更改 包括选择方向 如果不要的可以点击删除页面 最后点击完成即可 点击这里还可以对PDF文件上锁 其实直到这里和备忘录中的功能 都没什么大的差别 备忘录也可以支持锁定这个PDF文件 只是选择的位置不一样罢了 但预览APP是与文件APP捆绑的 你扫描后的PDF是会直接存到文件APP中 但备忘录你需要再次分享以后选择保存 还有预览独有的文字识别查找功能 目前可以识别数字和英文 中文暂时还不行 另外还有点击右上角选择前往页面 可以快速的选择页面 对多页PDF文稿的快速检索有很大的帮助 这也都是预览APP新增的功能 还有PDF文档的底部也有可以选择的部分功能 比如点击这里可以为PDF添加签名 或者勾选区域进行拷贝和裁剪 包括info信息查看详细的文档内容 右上角还有方向的调整 如果里面的文件选择的是照片的话 还可以去背景 前面我们说到的锁定 我这里再补充一点 预览APP的iOS版本 目前其实并不能支持直接取消锁定 不过有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发到Mac 用Mac的预览应用打开后再取消 比如我的AirDrop到Mac以后 这个文件还是上锁的 输入密码打开文件 选择编辑权限这里的密码留空 保存即可取消文件的锁定状态 这个我想后期苹果应该会通过 OTA更新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在浏览PDF文档的时候 也能展开侧编栏快速选择页面 每个页面点击这里的三点 还有进一步的设置可供选择 最后的分享功能我们也来看一看 点击旁边的选项 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格式导出 每一种文件格式下面都会有很多的进一步设置 如果是PDF的话会更详细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 如果你选择导出为这些照片格式的话 它只会导出当前你停留的这一张页面 并不会把你所有PDF文档里面的页面都导出来 所以如果你是多张文件 还是选择使用PDF文档 iOS版的预览APP 虽然没有MacOS上的功能多 但目前从备忘录中独立出来 有自己的特有功能 包括和文件APP的深度融合 确实方便了一些日常 对PDF文档处理要求更高的用户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 还记得一定要来一个一键三连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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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